Liu Fik, 13 年在清義工作 這個群是我們公司的英文在教學的群 因為我太太是英文老師嘛 就幫我們的員工提升英文的能力 他們教作業都在這個微信的群上面 我叫吳尚翰,我來自台灣新北市 我是一零年來上海的 現在從事智協已經有十年的時間了 我們公司其實還是挺為員工著想的 進修英文的員工 基本上看跟說都達到一定的成效 我92年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很小 我大概五歲吧 92年以下就跳到事博 中間18年 對,那給我的親自去看的感覺是很震撼 因為是從事外貌嘛 那很多人都問我們說為什麼不到東南亞去啊 可能我們的鞋子比較特點明顯 那一般鞋長是做不到的 手工的東西可能東南亞效率稍微差一點 一個國內的員工 比他們三個吧 東南亞那邊呢 因為疫情 其實這個印象還是蠻大的 發生疫情的時候不像國內這邊 對工廠都有很多的照顧 口罩資源 包括疫苗 還好我們15年16年考察過之後沒有決定要去 還是繼續留在國內發展 總體上海的環境給我們感覺起來還是非常的有安心感 因為配套什麼都很成熟 就一般人認為我們代工廠啊就是接訂單 然後做出來就結束就完事了 對吧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每個行業都有它困難的地方嘛 我們台灣話說鏡頭比較多 那這個小東西一直一直冒出來 中間有很多的環節 很多的隱瞞雜症 但是其實做這個工作也不是只有困難啊 肯定也是有有趣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做這個銅鞋 因為國外的訂單很多都是有聯名款的 有時候我們發現在接單的時候 這個是電影的配套周邊 那我們就可以先知道 他大概是什麼樣的故事 什麼樣的人物 這個都我們都會先知道 這個還蠻有趣的 還蠻可愛的吧 我覺得我們做的東西還蠻可愛的 怎麼好像你呢 我們這邊的員工的話 就很多都是從東莞 跟著公司一路上來到上海這邊 也二三十年了 辛苦啦 辛苦啦 那剛好這個時代在轉型 我們企業在上海也遇到了要轉型升級 產業結構要調整 那適逢這個長三角一體化 上海的可以作為一個總部 那我們把產能移到我們長三角其他的部分 那這樣我們的員工也可以繼續留在上海 這也是我們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 頓書 也也有 玩樂 說 再次回到大學